回答吉利,吉利昨天急升 24元这个朋友买入的 也持有了一段时间 他说有少少货的 想再买,什么价可以入 吉利其实我会觉得 今年的营运是有所一定的改善的 而且在估值的角度 我觉得其实估值是怎样对比的 估值可以用绝对值计算法 或是相对值计算法 如果用绝对值计算法的话 它就不是特别便宜 但如果是相对其他伟大的三傻 市值未免太低 因为吉利升到现在 市值都是低于三傻 最傻的傻也比较低 问题是吉利 现在即使是卖新能源汽车的数量 已经是多于三傻 但你不能忘记 它一年的产车量是去到130多万辆以上 也就是暗示了燃油车的举震 也做了一百万辆以上 你还没计算 我知道 我明白了 这个燃油车是在很永续的未来 近乎是被消亡的 这个OK 但问题是你不能因为 因为这样的点 可能是2035年或2050年才消亡 你将这样的事情是bad day 时光稿流30年 bad day回到现在 就说燃油车是一个崩也不值的 我这样说 一个崩也不值 不如你送给我吧 我去营物好不好 这个OK 那这个不合理的 这个 就是打个最后一个是致命的比喻 就是说 我既知道石油 去到可能 不知道 教科书说我们 结束了这么多年 最后会没有了 那难道你这样说的话 因此石油去到bad day 40年到现在 今天 你的石油是不值钱的 这个 你都很厉害理的 完全 这个OK 但现在股市很可笑的 它的歪理是行了这么多年 就是这样行的 就是把燃油车当作废的 我觉得其实是有未免说太过是不合理 或者是太过苛刻 对于吉利的角度来说 所以我会对于吉利是中性 比较中性一点 这个 就是不敢说太过维护 就是说其实如果股价是逢是有回调 特别是月逼接近15元的时候 其实它的支持度应该是会挺大一下 就是万一老实说 如果它这样的价格 它都支持不了的话 那其实三傻呢 你都不用恨的 变成了我觉得其实第一 24元持有的话 那你现在走的话 其实那个意义不是很大的 我觉得就是说 如果你是要计算中长期的阻力 你22元走 那就总好过现在17元走 这个是不是 至于就是说在吸纳 那也是那句老实说话 这个就是你大力抽了一棍 你才追的话 有些excitation 这个就是你现在近期股市又差 现在跌了500点 这个 我很尊重它现在股价那么强悍 但是如果行指继续跌 接下来会不会多6毛和8毛 其实人们都没有说不行的 总之就去16元边 那些价位去留意 那就可能会相对比较适宜一些 我觉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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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